5.0角色建模大优化 火神入池时间 派萌新发型 常驻自选开启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火神入池时间问题 从5.0官宣的魔神任务来看 魔神主要是在5.0、5.1和5.3版本 但5.0和5.1的新角色也已官宣 所以火神只能是在5.3版本 伴随着自己的高光剧情一起up了 拖到5.4或者更远的版本也不太现实 所以想抽火神的玩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啦 离谱的来了 有老外给自己孩子取名 弗宁娜、福卡洛斯 有玩家查了下 是菲律宾人 这纯度我是高度认可了 外国人本来就喜欢给孩子起一些名人的名字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致敬的文化 不过起游戏人物名字还是太显得超前了些 一般都是历史人物比较多吧 另外在5.0版本 老米也是确实对角色建模做出了一些大优化 已经有up主出了详细对比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新角色对比神里的模型就是头身比优化了 而且对比干雨 这个脸明显小一圈 肩膀和头的比例看着也更协调了 不过话说新出的角色刘海都能动了 什么时候能把零滑钢铁刘海改一下 为阿贝多老师增加一些头发我就满足了 并且还有玩家尝试对老角色的建模做出了一些优化 万叶从1米6直接长到了1米8 万叶改得好看 刘哥腿有点长了 个人觉得改完便不好看了 感觉小男孩儿的头身比并不怎么需要改 改了之后反而会感觉脑袋非常小 上半身也显得好短 折中一些会更好 有关派蒙新发型 还是蛮可爱的 还有单马尾空 黄毛终于有新衣服新发型了 论主角设计我还是喜欢原神 耐看型 派蒙双马尾很可爱 期待会以皮肤的形式进池子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明日开服 常驻角色大家一定要慎重 排除掉XP元素之外 个人觉得优先激情等于 提纳里 莫娜 迪西亚 克勤 伊卢克 七七 当然 这也仅供参考 不知道大家打算明天首选哪位常驻呢 如果